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表单大概要长什么样子 因为是一个界面让别人去输入 所以你可能要输入什么 例如说我要有学号 他就会知道说学号的右边这个格子 就是要输入学生的学号 然后姓名的右边是不是有一个文字方块 让他可以去输入学生的姓名 以此类推就四个 看你要收集什么资料 你是不是至少要输入这四个 至少要做出四个文字方块 让别人去输入资料 好了 接下来还有两个简单的按钮 例如说他输入完毕是不是要点新增 所以新增新增一个按钮 还有呢清除 清除是什么意思 当他输入完毕的时候他要清掉 可是请你们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名称这个按钮这个文字方块呢 它会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我全部都是输入英文 这里要请稍微知道一下 其实就是定义一个变数 定义一个代替这个文字方块的名称 这边可以看到哦 我把这个文字方块的按钮 定义为叫做STEST 因为TEST BOX 文字方块就是TEST BOX 好所以我就写STEST 然后这个STEST呢就是STUDENT ID 好我就取STUDENT S 然后姓名就是N-TEST 然后国文就是C-TEST 这应该可以了解哦 Chinese-TEST BOX 然后English-TEST BOX 所以就简写叫ETEST 那接下来呢 为什么后面多加一个B 好我们习惯英文命名 我的习惯 不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习惯 只要是两个字的结合 第二个字一定用大写 例如说New 因为我要新增资料嘛 所以用New这个单字 然后呢 它是按New Button 所以这边我写一个New button 干脆就后面呢 U-T-T-O-N就不写了 就是New B 跟什么 Clear B B就是Button的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写出来啦 我只是怕说 等一下太多的英文字 你打错字 好 所以呢 我现在针对 这个Label不重要 这个Label只是呈现出来的文字 所以这些不太重要 重要是这六个 这六个 所以我都分别取好名字 显示在这边哦 记得住哦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把它画好 作词